再来看到经济动能推升广告 现在是大量的放送 但是呢被民众检举说是个诈骗广告 因为只说很复杂做就对了 但是没说怎么做 这广告IP呢对此 施言祥他说没看过 联系给记者邱胜文 好 主播各位观众 那么带您一同来拼经济 今天翻开报纸 可能很多人都会看到这个标题 要经济动能推升方案 那么昨天呢在YouTube上面 或者是电视广告上面 也都有这个广告呈现 不过呢很多网友说 这广告怎么有点瞎啊 到底我们的经济部长 施言祥有没有看过呢 他几乎连说了十次 没看过不知道 有网友说这是诈骗广告 你问我问下去 我没办法回答 因为我没有看过 所以我不晓得 我没办法回答 因为他说经济动能推升方案 我讲过我没有看过 因为这个广告目前在网友上 因为他没有写清楚任何证事 然后被网友批明说没有内容 那你对你说网友这样的评定 你怎么样承认 我已经讲过说我没看过 可是部长您这个推动 你听经济怎么会连政院的大方向 都没有来 我没办法回答 因为我没有看过 我已经讲得这么清楚 我回去再看好不好 有点时间嘛好不好 因为真的没看过 也不是经济部制作的 我们没有看过 小经济部要制作这样广告 我不晓得 我现在没办法回答 因为没看过这个广告 没有看 好那么这个广告呢 最主要呢 是要用简单几句话来表示 这个经济发展 需要完整的规划 但是呢 当中没有说出 这个政策到底是什么 甚至说这些方案很复杂 所以做就对了 但网友觉得很无理头 到底这个拼经济 要怎么个拼法哦 甚至有人就在YouTube上面 检举说 这根本是诈骗广告 不过呢 今天在立法院里面 也可以看到 这个石言祥 根本对于这个广告 是一无所知的 那么稍早呢 我们在另外的场合 也问到行业院长陈冲 他也表示 其实真的还没有看过这个广告 以上来自立法院自新状况 闲境头儿 赵宇宏内主播